欢迎收听Coco早餐 简讯的号码 那这个手机的简讯的号码呢 是0976-518-518 如果您拨了这个号码 然后告诉我们通关密语的话呢 我们就会赠送旅读中国杂志给您 通常呢 我们接到简讯之后 都会在这个速度比较快的 前几位当中这个提出 所以像这个礼拜三 我们赠送西华饭店的这个粽子礼盒 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参与 相遇者 我们仍然祝福您以后掌握机会 那至于旅读中国杂志呢 很多人喜欢这本杂志呢 它其实像书籍一样值得珍藏 这一个月呢 我们所介绍的五月份的旅读中国杂志 一日来回上海云南的护坤高铁 从上海到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的 一个精华旅游 等一下呢 由旅读中国杂志的企划主编 何慕田小姐来告诉大家 此外呢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要介绍通灵少女 是怎么样 这个出现在HBO的频道上的 等一会呢 我们就要访问的是 通灵少女的监制 公事的国际部的经理 诗阅文诗经理 那通灵少女呢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 应该是合法版本吧 这个可以看到 公事因为已经播了好几集 那HBO也有播出 当时呢 这个剧本呢 其实是一个金马奖的记录短片的得奖的影片 讲的当然就是一位通灵女性 她的这个精彩的故事 而事实上呢 这位这个角色中当中的真人真事啊 最近也成为新闻界所讨论的重点 但是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企划案是怎么形成的 那台湾的文创影视娱乐圈 如果具有大的格局 如果具有精准的影片 不必只向文化部申请500万的 这个辅导金 做小规模小确幸的电影 也可以结合资源 向国际进军 这就是通灵少女 所发展出来的一个 令大家觉得 可以作为非常有帮助 而且是引领明灯的一个案例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昨天呢 蔡英文总统她接受了路透社的访问 在路透社的访问当中 她非常重要的释出了一些相关讯息 对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她也非常清楚的表示出她的善意 接下来呢 她在各种的问答的访题当中呢 她都没有避讳 甚至于连川普跟蔡英文 是不是要再见面这件事情 她也这个非常的 这个清楚的说 这不是不可能 没有第二次 那今天我们看到各报 都非常这个大幅的来报道了 关于蔡英文总统 所做的这个专访当中的重点啊 那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那这个总统府的公共事务室 已经把相关的资讯刊登在总统的网站上面 她接受这个专访的内容 她说她最大的成就呢 是从年经经济社会安全网的改造 不论是立法或是政策规划 去年一年都非常的这个忙碌 讲的就是改革 那不过在政策规划上面 这几天呢 行政院倒是还蛮替总统给拉擦的啊 好这个 这个是 几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提供给大家 就是记者问她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上任近一年 你自认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但是总统其实没有很清楚的说啊 那第二就是你怎么形容和川普总统的关系 那是 他感谢了这个通电话 那他接受了正面讯息 但是他说的是两国的关系比较重要 那第三个问题是 你跟川普总统的关系 相较于欧巴马政府是比较好 完全一样还是比较冷淡 你会如何描述现在的关系 有什么改变完全一样吗 还是不同 这一连串其实是非常厉害的 啊是 那他就 其实总统的对话是 我觉得他的对话 回答比那个记者的问题要平时的多 那嗯 他说当然川普跟欧巴马不一样地方 是他通了话 不过他并没有承认说 是这个欧巴马政府 跟他之间是比较冷淡的 那他只讲改善 他回避了一个欧巴马 是不是跟他比较不好的问题啊 然后你会与川普总统进一步对话吗 你是否期待 那这个总统的答案呢 其实也是当然很期待 希望能够有机会 在不排除能够通电话 但是要看情势发展啊 你是否担心美国或许为了与北京往来而出卖台湾利益 这点很重要 那我来引述总统是怎么怎么答复的 他说我知道这个事情是很多人在讨论的 不过对很多的专家来讲 美国跟台湾之间是一个长久的关系 也有很好的基础 同时不仅是在行政部门 在国会甚至在地方政府的部门都有很好的连结 基本面很强固 如果说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筹码的可能性 我觉得是不大的 那他对于川普把台湾当成筹码这件事情 他认为不太可能 这个下面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跟川普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台湾防卫需求 请问您任内对于首次军购有什么样的期望 可以透露一些期望吗 好是这一段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讲的很多 那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 这个在采购上面 他有一个有一个结构上的制度上的这种相互之间的 这个我想他在采购上面 他要讲制度他不能透露秘密 所以他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但是没有什么 这一段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 好中国说你在就职演说中 对于他们最关切的独立议题 给了一个未完成的答案 请问您是否支持台湾独立 好那他讲的还是维持现状 这个这个话 那也没有什么新意 那他说他双方都面临一个新的问卷 期待中国大陆方面 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面对 这张新的问卷 那根据其他人 宁吉其他人的讲法 你上任之后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恶化了 李成表示双方都有责任维持和平稳定 你打算如何说服北京当局跟你的政府对话 或是关系变好 这个好说双方的关系 总统回答说 用你的字叫做verson 也就是恶化 我倒不觉得我在第一方面是恶化 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台湾这个中国方面对台湾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们都忍尽一对 那他还不认为是恶化 那他说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观光客 然后建立更多的这个关系 再一个问题 你期望与中国的关系如何进展 你的前任者曾在新加坡跟习近平先生会晤 你是否有打算跟习近平对话或会晤 是否有什么考虑 这个让台湾能积极推动和平更好的关系 他说我们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对话等等 那讲到了WHA 是今年能否参加的WHA 是两岸关系上非常重要的指标 再去再度呼吁大陆这个决策者 那希望能够这个让我们去 那如果决策有所边差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将会很大 因为台湾人民不会理解 为什么不能参与专业性非政治性的WHA会议 好接下来的问题 你有感觉到中国对于台湾友邦邦誼的维持 和参加例如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 施加压力越来越重吗 那总统的回答 他对人家那种比较有价值的 这个quality的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不太答的 他就要中国付出责任 好接下来这记者又回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软性 就是说你接到川普电话的时候 脑子里在想什么 结果总统的回答是 非常感谢川普总统给我们机会表达谢意 这是一个新的政府 或许在这个新的政府之下会有些不同可能性出现 那后来记者问 那总统转而支持一个中国 你那时又是怎么想的 起初你以为所有会不同 那时候你会后来又从推特中 获知他支持一个中国 总统说我想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这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个政策 同时台美关系上有台湾关系法有六项保证 这也是雷根总统以来很重要的基石 所以他他讲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还跟一般人讲一个中国政策 跟一个中国原则不一样 他并没有讲了 好那个记者就继续追问了 你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 说明新的可能性吗 就是说这个希望新的 这个累积一些新的可能性 结果总统打电话这件事情 不就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吗 然后记者问你跟川普通电话 你对他有哪些了解 总统说我要讲的是 他愿意接受一个台湾总统的电话 已经展现出他代表的一些可能性 好记者问从去年12月通话 到今年2月川普总统表示支持一个中国 台美关系如何演变 现在如何呢 你觉得更好更强还是更弱 这个总统说我们还没有看到 一个很倔气的改变方向 那是有一些可能性 那他说未来也会评估 那经贸的领域里 川普政府的想法跟更政策 会冲击到台湾跟美国的贸易 那这些等等 下次再跟川普总统讲话 你想传达什么讯息 那总统说想告诉川普总统 台湾是一个好朋友 是一个友善的国家 我们会持续的找寻双方 互利互惠的这些可能性 那我们都愿意跟美国坐下来 好好的谈 我们也希望能够增加双方 在沟通与互通上的频率 跟层级让我们跟美方之间的关系 能够更升级 好问美国财政部再度讲 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官场名单 这样会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针对美国的四月公布的这个报告 先前台湾有何不同的作为 他说他跟中央银行 总统说跟中央银行政府单位 很多沟通 我们了解 这双方对于统计数字上的诠释不同 会持续跟美国来继续交换意见 我们的中央银行对于汇率 是维持一个台湾总体经济的稳定 这个是答案 好关重点了 关于李明哲 你有什么要说明的吗 总统说 我想在李明哲这件事情上 每个台湾公民被逮捕 我们也不清楚 他在中国所受的待遇 也没有像我们所期待的一个法治国家 应该有的透明性跟程序上的保护 所以这件事情 或许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们都很习惯在程序上的透明跟程序上的人权保护 以至于就说 台湾社会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蛮强烈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件事情上 要格外谨慎 不要让这件事情变成两岸关系发展上的一个障碍 如果大陆处理不当 台湾民众会感到不安 那严重会影响到两岸关系 所以他表达的是 大陆也许认为这次小事 这事实上只是两岸大议题 但是他讲的话其实不重啊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还是呼吁中国大陆方面 这件事情要处理的谨慎而明快 不要让台湾人情绪上的不满 一直在增加 他也没有讲将来会怎样 好这个 那再请教两个问题 台湾跟美国及川普总统的关系 你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透过推特跟川普总统通讯 他就指使你有做过 后来就没有了 总统会答说 Might not be a bad idea I will give it some thought 他说这个主意不错 我会考虑 最后讲到这个 有关台湾防御需求 请问您会不会直接排除 购买F35战机这个项目 总统说 军事采购上 依照我们防御战略来讲 所以我们对于战略上 有意义的这些项目 我们都不会排除 F35在战略上 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项目 如果你看完全部的问题 对于我们的这个新闻报道上面 所栽露出来的标题 其实会有一些比较精准的理解 有一些是对方问 这个总统答 那很可惜的是 总统对于这个 李明哲的这件事情 他并没有比较强硬的说法 那当然这是蔡英文的态度问题 但这一段话 可能可以留为历史 跟李总统当年千岛胡案相比 那当然是截然不同 我应该是在那边 所以我要当年千岛胡案